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春山出版社刚刚出版的 东京大学著名的台湾史研究专家 若林郑障教授推荐说 他说这本书是最近30年出现的新的史料条件 以及研究成果上展现台湾战后政治史研究新水准的作品 这是政治史研究新水准的作品 我自己觉得这是非常贴切的评价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新的史料和新的角度来探讨 台湾战后的政治史 谢谢陈老师今天来上我们的节目 陈老师我们这本书 帮助读者了解二战以后台湾 现代政治史的将近80年的发展过程 能不能先跟我们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主要的研究结论是什么 因为在戒严时期 当时的统治非常严密 所以对很多的事件或是整个历史过程或国际局势 在国内所了解的非常有限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战后历史的解释 基本上还在停留在过去统治者提供给我们的框架里面 第二个部分就是解研之后的努力 大致上有一点是说压制后的反弹 所以大概谈的也都是跟国民党政府抵抗的过程 这样子的历史 事实上在档案开放之后觉得它的差距 跟事实的差距非常大 所以这个书我觉得最大的结论是说 在台湾已经民主化30年后的今天 我们对于1945年以后的历史 应该有一个全新的视野 就是说知道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艰辛的过程走到现在 中间有什么阻力有什么助力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对我们自己的国家的处境有所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打破或是说要导正 过去我们对历史的理解 那知道我们自己的状况 然后才能够在我们的政治共同体以后 可以有一个方向向前行 对我也是来台湾这已经八年多了 我发现一般台湾读者对于台湾自己的现代史实上了解并不多 这个不太知道台湾现状所谓的国际国内政治现状 这80多年是怎么过来走过来的 那这本书刚才你提到这个一方面是戒严时期统治当局有一个对历史的诠释 所谓党国洗脑教育 另一方面这个民主化以后的学术研究比较关注在台湾内部的这个白色恐怖迫害人权 然后这个党外的反抗运动这样一个研究 不过对于这个这一段时间的国际大局势对台湾的影响相对就比较少 那这本书我自己看我把它几乎很仔细的读完了 这个书从美国政府到国民党政府到台湾社会三方面的这个角力 加以分析观察 当然如果能够把共产党也加进去变成四方面就更好了 如果这个美国对于台湾的政策 对台湾政治这80年来的发展也是非常的重要 这么样一个角度为什么在你之前似乎很多学术研究都忽视了 因为战后在台湾的这个当时政府的统治 那他宣称就是他是中国的政统 那他对内有一套他在台湾统治的这个正当性的宣誓 所以大致上就是说违背或是说挑战这样宣誓的历史的事实 或是国际的条件 那在当时的严密的资讯控制之下 我们是没有办法接触到的 那统治当局他当然不希望让台湾社会了解 就是1949年之后在台湾的这个统治基础 事实上很大的力量是来自美国的协助跟支持 那这样的话是如果这样子的情势让民众知道事实上是对他的这个统治的这个稳定性 或是台湾社会对他的信服事实上是有所违背 所以就是说长期以来呢 那因为这样子的背景 这个资讯的有效的控制 所以台湾社会对美国的角色的理解非常有限 但事实上1945年 1949年之后 大概一直到1980年台湾的民主化 那都会跟美国的对中华民国政策 以及对台湾的政策的这个起伏变化 然后牵动我们的命运 是确实是 这个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 对于台湾的政策 对中华民国的政策 实际上是很不一样的 这里面有很多细节 实际上影响到台湾政治的发展 我们来谈一下书中几个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 第一部分谈到了这个1950年代 特别是1948年49年到1952年的一段时间的 这个台湾主权问题 美国的政策怎么样把台湾主权问题 从开罗宣言归还中国的约定 转变为后来对日条约中 台湾地位未定论的安排 整个这个四年中间这个转变过程 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又是如何化危机为转机 实际上接受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这个研究结论 同我们一般看到的台湾历史的研究 似乎有蛮大的不同的 是因为我去找了相当多的资料之后发现 那大概从1948到1952年 大概是台湾战后地位 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1948年下半年起 这个国共内在里面 国民党政府已经落败 所以原本美国是希望 二战结束之后在亚洲 跟国民党政府合作 那现在眼看着这个 他想要合作的国民党中国 已经积极不保 所以他开始不打算落实开罗宣言 但是要推翻开罗宣言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关机到他的国际信誉 关机到当时的中国人民的情感等等 所以当时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 他们做了很多次的讨论 基本上就是有尝试了几个方式 他们认为说要推翻 或说不落实开罗宣言 最好的理由 其实是应该就是诉诸说 当时开罗宣言 大家在协议的时候 并没有参考台湾人的意见 也就是著名自觉的原则 所以当时他们就是认为说 好 那可以做的方式 大概就有几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就是 来试探台湾人的自主 或是自治 或是独立运动 那第二个方案就是 不要由美国自己来承担 这个道义责任 把他推上联合国去 由联合国来做决议 就是处理台湾地位的问题 那如果再不计 那可能就是说 台湾人自己也没有办法 有自己的政府 那在台湾就是 他们也不想跟蒋介石合作 所以第三个方案是 来扶持一个非共 那但是也非奖的一个中国人政权 那国安会当时是有三个方案 那第一个方案的尝试 他们接触了这个 就是台湾再解放联盟 廖文毅这一派的人 那发现说他们的实力 实在是太弱了 那而且这些领导人 也太缺乏经验 过于天真 所以事实上没有办法继续推进 很快就放弃了 那第二个方案就把台湾问题 送上联合国 所以我看到档案的时候 其实非常讶异 就1950年的9月 那就是韩战爆发之后 那美国政府在联合国提案 就处理台湾地位问题 但是那个案子的推进 也遭遇到一些困难 所以也没有成功 那最后的台湾问题的处理 也就是说如何冻结开头宣言 那是在这个对日合约里面 去做了处置 那因为美国政府 跟英国政府 对于谁是中国 谁可以代表来签订合约 他们两边的主张很不一样 英国是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美英双方 后来他们订定了一个协议 那这个协议的内容就是说 中国不代表 没有参加 不要来参加这个多边 就是旧金山合约 那第二个就是说 由日本来决定 他要跟两个中国的 哪一个中国去签约 那第三个原则就是说 这个对日合约里面 不决定台湾的命运 不决定这个台湾的前途 这样子就把等于说 台湾地位未定的原则 那事实上这样子的过程 一方面美英有这个协议 那其实国民党政府 他也知道说 如果在合约里面 要把台湾归还中国 对他可能非常不利 国际社会可能会主张 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我们的这个驻美大使 顾维军 其实在这个跟美方会谈的过程中 他就主动建议 只要日本放弃台澎 而不要规定还给中国 他当时认为这是最有利的方案 我们外交部也认为 这个建议非常好 所以就是说可以看到 台湾地位未定 这样子的一个走向 其实除了强权之外 国民党政府自己 也做了主动的建议 这是在我们过去 完全不知道的事情 那蒋介石总统 他们对于这个局势 对于外在的形势 其实非常了解 怎么样做最有利的选择 他也心知肚明 但是他内外有别 就是说对外 他高度跟美国政府配合 那或是说 就是说有关台湾地位的问题 他也接受这样的安排 就把它冻结起来 但是对内 他是采取大力的宣传 强化一套 就是台湾属于中国的 这样子的论述 那做了一个大力的宣传 所以相当有利的去做了 就是说做了这个把危机变成转机 在国内有效的控制 在国际上也冻结了 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 没有把台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所以对日合约 我们如果这样看下来 它其实是成功的 推翻了开罗宣言的这样子的合约 是 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有意思 因为我在这个 我的自己的书里面 这个借壳上司里面 也讨论到这一段 我当时的结论是说 很明显蒋介石 在和美国谈判对日合约的时候 是接受了台湾地位未定论 不过你的研究更进一步 不光是他接受了 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 实际上他们还很主动的参与了 这个合约的措辞 怎么样让他通过合约 来实现台湾地位未定论这个过程 这个发现我觉得是 很有意思的一个发现 因为我以前我在档案中 没有看到郭维军 这么主动的提出这个方案 我一直以为这是杜勒斯提出的一个方案 是 主要当时 就是说我们先前的研究是 因为没有档案 那档案开放之后 让人非常惊异 那顾伟军的日记里面自己也讲 然后我们看到外交部的档案里面 也对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有非常多的具体的资料 那一方面就是踩刹车 让台湾不会在合约里面归还中国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努力的在国内进行各种的 就是说这个叫做 洗脑宣传 掩盖事实 对 掩盖事实的宣传 所以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石板先生 你来台湾这几年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到 台湾社会很多的一般民众 对于战后台湾的历史实际上不太了解 实际上对于过去80年来台湾的国际 国内的现状是怎么形成的 怎样一个过程 实际上大家知道并不多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台湾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台湾的总统大选 经常有人拿一些历史人物出来比较 基本都是中国史上出现的历史人物 大家对中国的什么清朝 明朝 关公 对 这些都非常清楚 但是在台湾历史上到底出现过什么人物 这个其实大家不是很清楚的 另外一个 我觉得就是说历史 其实大家都是说由胜者来撰写 但是台湾的 现在还不知道谁是胜者 对 双方的 国民党他讲那套史官 当然他就是要把自己的正当性强调出来 强调他占领台湾的正当性 强调他是中国的正统 但是现在呢 他在中国正统的论述 他其实也有点慢慢模糊了 但是说他还没有拿出一套 自己是站在台湾的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统治台湾 这套论述 他不愿意去碰 那民进党呢 他是把国 根本不想学国民党的历史 他要重新把台湾的历史 台湾400年历史 重新阐述出来 反正那些都是 这个怎么说 外来政权签定的不应用条约 都是他们搞得 跟我们台湾人民没有关系 所以说他们应该也是 不是很屑于探讨历史的 比如说我跟民进党的 很多人都有一些交流 他们对那些什么蒋介石 就是基本上就是完全不想碰他们 反正他们做的事情没有好事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 但是说台湾到底怎么样 当然说还有另一方的论述方 就是中国共产党 他那个历史也都是谎言 所以说在一群骗子 或者不想碰的情况 现在台湾的历史出现了 所以我觉得大家对台湾的 特别是对比如说台湾民主化之后 或者包括蒋经国后期 大家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了 但是之前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有很多很多空白 还有很多很多这个谜团 等待我们去探索 陈老师我们再回过来接着谈 刚才有谈到美国在1949年 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对于如何处理台湾问题 曾经有三个不同的角度 一个是考虑推动台湾著名自治 第二是考虑把台湾问题提交联合国 来讨论和处理 第三个是要建立一个非讲反共的政权 然后这个坚持抵抗这个中共 但是又不是由蒋介石来领导 这样一种可能 可是你这本书的第二部分 实际上讨论到在韩战以后 美国派了第七舰队来台湾海峡 保护了台湾以后 实际上蒋介石是利用了这个机会 把这个国民党或者国民党政府救回来了 某种意义上本来已经兵败如山倒 已经随时可能垮台的国民党政府 是如何在一个绝境中从政旗鼓 然后对外获得美国的认可和默许 对内进行有效的社会控制 全面建立起一个巩固的体制 你这第二部分主要在讨论这个问题 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 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说第一个方案 其实都没有成功 那他是用在对日合约里面 安排了台湾地位未定的 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但是在台湾岛内的统治 那后来就是认为不跟蒋介石合作 所以开始的时候 是美国很强力的介入了 在台湾的这个统治的人士 那所以他们支持的是 吴国珍跟孙力仁 分别来负责这个政治跟军事方面的工作 而且美国政府也非常强力的要求 当时的统治当局 在台湾的统治 必须获得台湾人民的支持 所以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情 是要让台湾人有更多政治参与的机会 那这是从1945年以来 那甚至发生二二八事件之后 台湾人不断努力在要求的 所以当时美国政府 我要支持国民党政府 那但是国民党政府必须推动 让台湾人政治参与 那这个事情是在吴国珍的主导之下 那他主要就在他的台湾省政府里面 安排了更多台湾人的省府委员 并且在1950年开始推动地方选举 那另外一个工作就是土地改革的问题 因为台湾当时是农业社会 那这个也是美国政府在东亚 在反共的这个前提之下 怎么安定东亚地区 这些农业为主的国家 让它内部的这个阶级问题 不至过于对立 他们认为土地改革 在日本跟韩国叫做农地改革 那这个就是反共的防波题 所以在台湾 美国不是直接来主导 但是他要求国民党政府 应该去推动土地改革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从选举到这个土地改革 那背后都有美国政府的角色 那国民党政府也非常厉害 他利用这两个政策 一旦美国政府要求去推动 那我们去推动 但是我利用这两个政策 来同时也就是说深入 他在台湾社会的控制的基础 那并且等于是收编了 台湾农村社会 大众的这个支持的向心力 这个是把一个原本可能是 对他来说是相当挑战的政策 转化成对自己政权巩固有利的政策 那这个是因应美国政府要求 所去努力推动的 那我们现在会看到 国民党政府都不讲美国了 他都只讲说 这两个政策就是我在台湾的德政 所以台湾的这个民主要感谢我 1950年就开始推动地方选举 事实上都有很特殊的背景 那这是一方面 因应美方的要求 那另外一方面 其实他更着力去做的 是怎么巩固在台湾的 这个威权统治 因为台湾已经是 他是最后的堡垒了 最后应该净土了 他再撕去台湾的话 他就已经无处可去 所以怎么样来进行 这个统治政权在台湾的稳固的统治 他进行了非常多方面的努力 第一个是国民党组织的改造 第二个部分有关军队 在中国大陆的时候 军队效忠个人 挑战蒋介石 所以来到台湾 军队的重编 并且在军队里面设置了这个政工制度 来进行思想的控制 那第三方面就是建立起一个 稳固强大的情治体系 在1950年以后建立起来 台湾当时有所谓的八大情治系统 也就是说从中央到这个省 那有非常多个富士监控的 就是说八个情治系统在台湾社会 甚至包括桥界 那有这个富士的监控 那牢牢地控制住台湾社会 所以它是用这样子的两手的方式 一方面因应美国政府的压力 一方面来稳定自己的统治根基 这样子的方式 那在就是说在因应美国这方面 它的经济的层面就慢慢稳定下来 那统治根基也因为这个情治机关 军队党的改造 组织渗透到台湾社会各角落去 而能够在台湾建立起一个 非常稳固的威权统治 那就是说能够可以讲是死地重生 对我自己个人服务的蒋介石日记的话 对你刚才讲到这三个方面 也是印象深刻 就是它总结1949年 在大陆内战失败的重要原因 然后采取了刚才你讲的三个措施 这个改组党改组国民党 然后重整军队 特别是把这个国民党的组织 正攻组织渗入到军队 掌控军队 第三个是重整这个情治体系 但反过来说 石板先生 台湾民主化这30年 实际上军队国家化和情治体系国家化 似乎还没有完全彻底完成吧 对对 我听到这个我记得 最近我们看电视 经常有一些 就是蓝营的国民党的一些 贫困人士 就酸民进党 批评民进党 就说你们美国爸爸 你去找美国爸爸 美国这爸爸关键时候不会管你 但是现在想起 就当年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美国爸爸管他 而且不但养你 而且管你 不让你对人民好一点 让你不要胡作非为 让你不要暗杀无辜 这个如果没有管的话 国民党可能会做更多的坏事 但不知道为什么 美国爸爸 自己的爸爸 突然间变成别人的爸爸 现在国民党 就是他又跑到中国去 我觉得你刚才讲 台湾的民主化确实是 因为我觉得应该有中国的干涉 有中国的干涉 所以很多地方 民主化还做的并不是彻底 就是军队国家化 在李登辉 陈水扁那么多 经过多年努力 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说 但是军队基本上还是蓝的 像这种 还是属于特定政党 这是台湾 民主化 还没有完全成功的一个 军队 就是说 按理说 一个军队是完全应该是 无色透明的 就是说 比如像日本的自卫队 日本的自卫队 绝对没有任何将领 有任何的政治主张 就是说 不管是民主党执政 还是自民党执政 基本上日本的军队 就在政治上是没有意见的 每一个自卫队员 他们的投票 都是完全自己判断 但是台湾 基本上还有黄复兴党部 还有这个 这个我觉得是台湾民主化 还没有完全执行的一个痕迹 我想可能还要花很长时间 才能把这些消除 而且中国才不停地在骚扰台湾 对啊 这个书的第三部分 比较多的是讨论了 这个蒋经国执政时期 台湾民主化的过程 那1980年代 有连续的林载雪案 陈文辰命案 刘一良江南命案 但是无论如何蒋介石 在1986年宣布解研 那这里面事后 台湾的 无论是当时的党国媒体 还是一些学术研究 都把这个看作是 蒋经国个人的一种 突然转变或者发散心 把民主赐予台湾人民 蒋经国真的是 台湾民主化的推手吗 是这个是我们大概 解研前后以来 可以讲说是在 这个威权体制的 开始动摇的这个时候 我会认为它可以讲 是威权体制最后一波 的美化论述 或是造神运动 那变成那样子的论述 到现在为止都还影响我们 那如果我们现在去看 已经公开了资料 档案 还有最近已经公开了 蒋经国日记 我们就会发现说 这个跟事实有很大的差距 从日记里面来看 蒋经国最大的使命 他自己认为 他最重要的职业 是在维护他父亲 所留给他的党国 他的日记里面都提党国党国 要怎么样保护党国 所以他最大的职业 其实是要维护党国 他里面也设了很多次在思考 怎么样来阻止反对运动 对党国的挑战 所以他设了好多道关卡 包括不可以阻挡 不可以让国会全面改选 绝对不可以台独 这个大概他自己设了 一道一道的关卡 但是他设的这些关卡 没有办法阻挡80年代 内外的局势 当时的党外运动 经过美党大逮捕之后 并没有被压制下来 反而从谷底重生 而且海外的台湾人 也开始也非常活跃的 就是说他们 我会讲一个 就是说用开辟第二战场 这样子的方式 因为当时的美国政府 正在推动人权政策 跟民主促进的政策 主要是卡特政府 跟雷根政府 对对对 他们希望他的友邦 能够民主化 那我们的海外台湾人 把握了这个机会 在国会努力游说 所以让这个人权问题 跟军售的问题 就挂钩起来 那对这个蒋经国 造成很大的压力 那岛内的运动很活跃 海外 就是说 这个台湾人 跟美国政府这边的施压 所以让蒋经国 他几乎是进退失距了 那在最艰难的时刻 其实他采取的是很保守的 或是说强硬的路线 所以为什么会在1980年代 连续发生三个重大的血案 实际上是有这样的背景 那我们可以看到 当时的统治体制 它是要阻止民主化的进程的 那但是没有办法 就是说他阻挡不了这个进程 所以蒋经国的一些让步 其实都是迫于时势 那他有三个主要的让步的过程 第一次的让步是江南案 1984年江南案发生之后 那江南案对国民党政府 形象严重的打击 因为他派黑道 情治机关跟黑道合作 派人到美国去杀害美国公民 所以让当时的形象 也是可以讲臭不可闻 甚至江南案的背后的主使者 被怀疑说是蒋孝武 所以为了维护 或者是为了扭转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所以江南案发生之后的第二年 1985年的8月 蒋经国接受Time杂志的访问 那他在这时候讲 蒋家人不会再接班 所以这个可以讲是 威权体制的第一块骨骸 就是第三代不会再接班 他自己允诺了 那他第二次的让步 是因为1986年的2月 那这是第三波民主法的浪潮 就是已经冲击到亚洲 那这个时候是 菲律宾人民力量的展现 克拉荣 那他们推翻了这个马可士政权 那我们会看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蒋经国其实非常焦虑 那他很犹豫不决 但是他终于决定在3月的时候 他决定要把国内 有关解研的问题 政治改革的问题 他就交给了国民党 中常委12个人去进行研究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让步其实都是 因为外在的压力 那他在这个1986年3月的时候 把议题交给国民党 12个中常委去研究的时候 他还没有下定决心要解研 所以在3月的时候 那我们的驻美代表前副 他回国述职 那他把在这个美国受到的强大压力 要求民主化的这个压力 就是转达给蒋经国 那建议他说台湾要解研 可是我们看到蒋经国到这时候 他还认为说不行 他说解研的话是会动摇国本的 他可以看到说 即使到1986年的3月 他都还没有下决心 那但是呢 民主运动的 岛内的民主力量 是没有停止下来 他们继续往前推进 1986年的夏天 我们的统治当局用两手策略 要来震吓 让这个反对运动停止 他一手用司法的手段 当时有非常多的案件 就是陈水扁的这个蓬莱岛案 严谨福案 或者是林郑杰案 他用司法的手段来逮捕 逮捕这些反对运动人士 要来震责他们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不断进行震报演练 在台北市的好多个地方 进行包括国父纪念馆的附近 进行震报演练 他两手的方式 要来喝退 不让民主运动前进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一年的9月28号 反对党还是决定要成立 而且反对党还准备了 被捕的第二波第三波名单 所以他是在 没有办法的情况下 所以9月28号 民进党成立之后 29号他就在总统府 找了这个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 包括郝伯尊等人 来他表达 他就讲说求生存是第一战略 最重要是求生存 能够生存的话 才有希望 所以你可以看到 蒋经国是已经被逼到墙角了 那他下了决 这时候他才下了决心 所以10月8号的 1986年10月8号 国民党中常会上 他就讲了一番话 那是台湾社会耳熟能详 他说时代在变潮流在变 国民党也要跟着改变 大家还知道说 那他不会取缔反对党 那马上他就接着 接受华盛顿邮报的专访 表示说台湾将会尽快解研 所以我们看到 蒋经国的几次的让步 其实都是迫于内外情势之下 他不得不的选择 而不是他主动发了善心 他仁慈 那在并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那更厉害的是 他的阻挡的 这个部分他踩不住 没有办法踩刹车 他很快的转身 就在进行下面的布局 怎么样让党国 不会很快的崩溃 有关国家安全法的布局 还有有关接班人的布局 这本书我们刚才一开始 就有提到这个作为台湾 现代政治史研究的新标准里面 就是研究了美国对台湾的政策 我们又再回过头来看 就是虽然说台湾在韩战以后 被标榜为自由中国 是民主运动的好伙伴 但是实际上美国长期纵容 蒋介石政府是威权统治 即使到了1980年代 美国开始转而关切 台湾的人权状况了 刚才你讲到卡特政府 雷根政府的作为 美国政府对台湾政策 究竟是为什么变动 又有什么不变的核心原则呢 美国政府就是说台湾政策 对它来说 其实是大战略下面的一块而已 它的政策的变动 其实是因应它的整体的 全球战略的布局 在亚洲 就是它的全球战略之下 所以在1950到1970 它的全球战略其实就是反共 那它要结合这个地区的 反共的国家来进行抵抗 所以我们这边说 那时候说冷战时期 那台湾是在这个地缘政治之下的前沿 那所以可以讲说 1950到1970 美国政府是相当程度 支持当时的国民党政府 即使它是一个独裁威权的政府 那但是美国政府一方面 也要求国民党政府跟台湾社会 要有对话 或是要让台湾社会 能够接受这个统治 所以它的可以讲说 从50到70 它的政策是反共政策 那台湾社会的声音 比较不被听到 它支持独裁的国民党政府 协力反共 那可是到了70年代末期 到80年代 那它的政策转变了 它要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就是所谓的美中关系正常化 那这样情况之下 中华民国政府不重要了 台湾也变得比较不重要了 所以在反过来 反而是变成国民党政府 单方面需求于美方提供军售 才能够保障台湾的安全 所以情势就出现变化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说 台湾民主运动在80年代之所以 有一些推展 事实上跟这个情势的变化有关 那就过去的他们的 中华民国政府跟美国的结盟关系 已经弱化 那开始变成就是说民主化的问题 刚好雷根政府他们也在推动 所以有了一个推进的机会 所以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可以讲 就是它是一个国际战略的关系 所以在台湾的政策上的出现 从50到80年代的变化 我觉得这是它会变动的问题 当然就是说作为一个国际强权 它基于它的利益来考量 而有这些的变动 我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他们对台湾政策 我觉得也有几个不变的原则 第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 从它的国家利益来看 它觉得台湾是它在整个战略上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它的几个岛链里面很核心的位置 所以因为战略价值的考量 不管50到80 美国政府都会认为 不可以让台湾落入敌人的手中 不可以落入敌对圣影的手中 我觉得这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 它的不变的原则 第二个原则 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 它相当重视 就是被制者的同意 就是在一个地方的政府 它跟人民的关系 所以被制者的同意 它会尊重这个地方的人民的政治选择 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说它对于台湾人民的意愿 大概50年代以后 其实它在好多次 几波的政策转变的时候 它都有注意到 有关台湾人民意愿的问题 所以我们现在会看到 它会说它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它并不是反对台湾独立 它尊重台湾人民的选择 我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则 是 讲到了美国政府对于台湾 几十年来的政策的变和不变 最近我们看到这位蓝白河 蓝白河里面朱立伦有提到 所谓台湾要推动第三波民主化 可是台湾所谓第三波民主化 实际上讲的是1980年代末期 东欧和亚洲地区 很多国家的民主化运动 我不知道朱立伦从哪里找来的概念 套用到台湾 他说第三波的话 他哪个是第一波哪是第二波怎么算的 第一波他是 当然第一波就是 那个民进党结党 党外那场嘛 对 那时候他属于镇洋方嘛 第二波民主化是值得哪一个 太阳化吗 不是 不知道 这个他没有定义啊 这个 但是我们一般理解的第三波民主化是值80年代末期的这个东欧和这个亚洲地区的民主化嘛 相比那个时候东亚和东欧的各国的民主化台湾的民主化过程转型过程相对是比较和平的啊 没有没有什么暴力的大规模的暴力抗争这种状况 台湾民主化能够和平转型是有什么重要的结构性原因吗 我们应该可以这样看 就是说我用三角的关系来解释 就是说这个我们把台湾的政治过程 过去我们比较的解释方式会讲说 台湾的民主化是因为台湾民间力量长期不断努力 那对抗那个独裁政府 虽然屡次被镇压 但是从1960年的主党运动 自由中国集团 中国民主党运动被镇压 那20年后每一岛运动又被镇压 但是没有成功又再起 然后再次挑战 这样的情况成功 所以我们过去的解释比较是 就是用镇压跟抵抗 这样子的方式去解释 那但是我们想想看 就是说是不是人民的努力抵抗 那它就会获自成功 有的时候恐怕不是那么简单 尤其是在2010年代 2017 2019 那个香港的反抗运动 到反送中运动 我们会看到香港人也很努力 而且他们创意无限 那他们的那个就是让全世界都瞩目 可是香港的抵抗运动 在现在的情况下 在这个结构下 有没有可能成功 那大家事实上是抱持悲观的态度 所以结构的条件 其实也应该要考虑进去 那台湾的民主化 之所以可以成功 我认为很重要就是到 1980年代的这个国际结构 在转变 那因为第三波民主化的关系 然后我们刚刚讲 因为美国跟中国建交 然后他对台湾的期待 不再是反共的伙伴 那他开始推动所谓的人权 跟这个民主 那是在这样的 在三角关系里面 我们把美方加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就两方加起来 会大于第三方 就变成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形式的形成 所以我认为台湾的民主化 是得利于 也得利于当时的 80年代的这个国际结构 最后我们来谈一下 这个未来吧 这个 陈老师你写这些书 也为台湾的未来 提出一些建言 那这里面 你认为台湾的民主体制 还有哪些隐患 如果以死为戒 台湾人民可以如何 深化民主体制 对外形成共同意志 对内形成共同意志 对外争取国际资源 你刚才也讲了80年代 台湾民主化成功 有内外的原因 往前看 台湾人民可以怎么做 来使得台湾的民主 可以进一步的深化 我写这个书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台湾社会应该要 我们了解共同体的过去 我们是走过怎么样的路 然后才能够来到现在 这个所谓民主的台湾 那他经过什么过程 我们有过什么努力 我们有什么地方 其实我们可能错失的机会 或是当时的努力不足 那我觉得检讨这个历史过程的意义 很重大 那所以如果看过去 我觉得有几个 可以让我们参照之后 在未来的路途上 我们可以好好思考 第一个就是说 事实上我们看这些历史 在1950年代 1970年代 台湾其实有两次的机会 可以让它在它的国家地位 或是它的国际地位上 可以有新的可能性 1950年美国政府 其实是想要让台湾 就是不要再讲开罗宣言 让台湾有一个独立的 或是一个国际地位的取得 但是当时 你从美国档案来看 它就是说很大的一个苦恼 是台湾人并没有要求 所以台湾人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们有这样的机会 那1970年就是美中 就是说联合国的问题的时候 美国政府再次推动 一中一台的政策 那那个时候可以讲 是因为在卫权统治之下 台湾人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声音 所以第一个 我们可以得到的历史的教训 就是即使有历史机会出现 但是如果我们政治共同体的人民 成员不关心自己的命运 无心或是无力 去关心我们共同的未来 那我们可能再次丧失 可能的历史的时刻 那我觉得现在的国际情势 是正在巨大的转变 它说不定是我们一个新的历史时刻的到来 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们 应该大家好好的关心 并且做好准备 那这可能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就是说 我们的民主化的过程相当不容易 除了台湾人的努力之外 事实上有某种程度 我们刚刚讲结构的因素 我觉得这是相当幸运的条件 所以怎么样去 这个幸运的条件不会一直存在 所以就是说怎么样好好去护持 我们很不容易得到的 这个现在的生活方式 然后让我们后代子孙 也可以拥有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所有共同体成员 必须要谨记的很重要的事情 那第三个是说 我们的转变过程 事实上除了蒋经国 他迫于时事做了让步 那所以他的让步事实上很有限 那他是自由化 他是只有做了解研 然后同意主党 但是接下来的 他是其实都踩刹车 我们刚前面讲 他设了好多道的关卡 所以他甚至连国会全面改选 他都不允许 那这个自由化的完成 还有后面的民主体制的建立 其实会有赖于 就是蒋经国过世之后 李登辉先生的推动 李登辉能够上台 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历史基运 如果当时不是李登辉 那我们的民主的推进 可能不会那么顺利 如果各位想想看 我们是军人掌权的话 那我们可能会跟其他的国家一样 就会出现流血的问题 那所以李登辉的宁静革命 那是台湾的民主化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 但是这个宁静革命 当然也有它的代价 宁静革命的过程就是 我们用最低的代价 那就是接受当时的 大部分的这个外在条件 那在制度上做推进 所以李登辉很大的贡献 是建立了民主制度 那但是他 我们要付出的代价 就是长期的分期付款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那谢谢陈老师 谢谢 谢谢石板先生 谢谢大家 谢谢观众